美国8月飞农新增就业人数低于预期 此前两个月的数据均早下修 虽然失业率出现五个月来首降 但降幅不大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表示 8月飞农就业报告证实 劳动市场虽然放缓 但依然健康 还提到4.2%的失业率 仍处在历史标准中的较低水准 希望就业市场不要进一步疲软 不过华尔街分析师普遍认为 低于预期的飞农报告 再加上前两个月数据下修 强化了就业市场疲软事实 另外苹果新品发表会 将与台湾时间9月10日凌晨1点举行 接下来看到焦点个股 可以看到当天市值增加最多 和减少最多的公司排行 看到全球财经大势 以及近期汇率利率 来到台股盘市 加全开低走高 指数没破9月4号低点 但周月线将持续下弯 要留意今日上涨成交量比上周五高 贵买收盘手助半年线 与加全不同的是 贵买月线扣底值较低 后续如果手助月线 将会持续上弯 puts coratio为97.1 选择全位平仓 18900puts增加2697口 最大位平仓为200000puts 而22200扣增加4081口 但最大位平仓为22000扣 目前变动还是较远 但可留意明天变动 是否缩小区间 恐慌指数开高走低 但要留意近期均线为多头排列 要留意后期是否波动再次放大 可观察到鸿海 联发科 台积电等大型全职股均线 目前均线均呈线纠结 与之前强势上涨相比 均线排列已经不同 要留意后续航情方向是否改变哦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口袋9月活动开跑啦 新开户送520元手续费折底金 即当月交易比台每股 再送全家双麒麟 台股交易每8万元 每股交易每800美元 送1元手续费折底金 口袋证券提醒您 不听来源不明资讯 不加陌生投资群组 不用保证获利APP 若遇到诈骗 请拨打165防诈咨询专线询问哦 年轻人最爱的证券频道 YouTube搜寻口袋证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